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发垂条 宜闪自乐 这里不是桃园明陛下的桃花园 却盛似桃花园 从一个拼僻山区 到设为桃园般的美丽小镇 破茧成笛般的变化 发生在惠安 这个名为黄唐的小镇 郑汉清 少小离家 退休后重回家乡黄唐 如今是镇离远近文明的专制调解园 这座小镇所发生的变化 在他的眼中更为具象 我们黄唐是属于费安的西部 是属于山区的 它比较偏僻 那过去交通不方便的话 都是用尖挑的 那尖挑就是两个贴点 一个就是蓝带是出面七大石头 那么里带再加龙羹 主要是这样子 那龙羹的时候主要重的就是地瓜 地瓜最多 我们从小就吃着地瓜长大 藏几何时 一提起黄唐 便让人想到贫穷落后 如今随着时代飞速发展 神海高速 附下高铁惠安站的设立 台上创业基地 巨龙小镇的建筑 黄唐人尖挑手扛 断断吃地瓜的日子 早已一去不复返 基隆小镇是很不容易 基隆小镇到现在开化 也是20多年了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 全各有名的这个文明小镇 它最大的贴点就是 利用改造三三十一 原来那是穷三二十一 巨龙小镇是黄唐站 蜕变发展的一个缩影 昔日最为偏僻落后的村庄 经过开山拓荒 殷实造景 废弃的水库 变成了波光炼烟 山水灰映的巨龙湖公园 巨龙小镇 北一大寨山 内用巨龙湖 形若巨宝盆 或是龙行 藏风聚气 及天地钟灵于一身 堪称 世外桃源 养生圣地 近者月 远者来 巨龙小镇的美 并不仅在于景 更在于浓浓的人情味 小镇人则灵而居 目灵而处 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 在经年累月的相处中 在一次次融洽的交流互动中 自然形成了互助友爱 邻里相亲的氛围 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家的感觉 就巨龙小镇就是像一个家样的 我们感觉非常的温馨 就住在这里就觉得很安心 就来了以后就哪怕你东西 我们在这里如果没有外人进来 我们东西丢到哪里 你都不用害怕了 他肯定会有人帮你找到 会还给你的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在这里 自助付款的开放式商店 早已不再稀奇 背后折射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是文明小镇的外在体现 物质条件改善了 生活环境改变了 不变的是对传统美德 和淳朴相丰的追求 老有所乐 幼有所教 壮有所肥 小镇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同一幅花卷 在人们眼前 徐徐展开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安全感 佛地感 幸福感是越来越强了 你像我这个十八十岁的人 现在一边去拿着政府的退休前 老太婆也是退休回来的 一辈子连回到现在 回到我们这家乡来 晚年生活是很好的 很多老年纪吃饱饭以后 晚上吃饱饭以后 就去跳广场舞了 很多队 要不很多人参加腰鼓队 等等腰鼓 还有唱唱歌 我们这边黄唐叶 成立了一个购友会 还有一个广场舞协会 让这个老年年来有个 有个这个欲乐 这个精神吸取的地方 那我本年有时候 我喜欢写一点东西 写一点文章嘛 写一点论文什么 那参加一些社会合动 有时候去参加他们这个 这个歌游会的一些演唱 我拉拉前 这个拉拉爱胡 这晚年生活是不错 疲于奔波时 不妨放满生活的脚步 走进荒唐 感受人与人之间 质不纯真的情感 回归自然 品一品原汁原味的特色农家菜 在山水间 尽情呼吸 在绿意葱笼中放松身心 任时光 悄悄流淌 幸福与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